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百 昨晚XYG终于拿到了夏季赛的首胜 3比2险胜WE战队 这场比赛本来可以更快地结束 开始XYG2比0领先 没想到WE连追两局 最后一局依靠9月的露娜疯狂开秀 才最终拿下比赛 虽然这场比赛赢了 但XYG的处境依然不妙 他们从夏季赛开始就让人很担忧 现在的积分是两胜一步 而且后面还有狼队的比赛没有打 按照目前的状态来说 XYG想赢两队几乎没有胜算 也就是说XYG很可能会在第一轮输掉三场 从而掉入A组 所以XYG和微博的比赛将成为生死之战 赢下微博还有保住S组的可能 如果连微博都输了 那XYG只能掉去A组了 大家都说XYG在季后赛会动 但前提是要进入季后赛 现在开局就很难 粉丝抱有的希望自然就比很多 希望明天打微博能够尽力吧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XYG的处境